現在是早上七點四十六 然後我們要去吃麥當勞 也是要去做一件大事 情侶 現在是綺麗下水 這裡 大海 rhythm 我們今天要找了一份 可邀請當勞 我們要去액man 我們要拿足機 那些原件 要是否要往來 通過我們要去全片 放了一些片子 我們要把他放在上的片子 oh passport Go ahead and open up your passport to the second page where i have your information So you're just gonna slide it right here behind the speaker so i can see you Alright thank you Go ahead and get your ID and then you can leave it We always stay with you for next What about your mom Dad - 柚子 - 先去看一下位置 - 先去看完一张 - 于我的社交通 Ey it's wrong - 我的手上可以吗? - 今天是OK? - 在它上方吗? - 似乎很大 ia on this document its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there is no legal objection 没有任何选择 到这个婚离 去这个婚离 去这个婚离 你给大家付钱 卡 卡 准备了 $105.29 我们早上领完结婚证书 然后进去大概不到10分钟就领到证书了 因为我们前一天先在网络上登记 然后把资料都填写完 然后也预约了教堂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完成婚礼 你会领到这种结婚证书 有三种可以选 然后这个证书就是 等你要结婚就是办婚礼的时候 要带去给牧师 然后帮你完成这个证书 我们现在就是在等那个 我们预约一个教堂 但是我们是预约像得来宿的那种 就是你开车过去 牧师会到你车旁边 然后帮你证婚 你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总共会花多少时间 然后我们约是那个 Drive-Thru Wedding 所以我们也没有穿什么婚纱什么礼服之类的 我们就穿着跟早上去吃麦当劳的时候一模一样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北北的教堂 oh my god so what are you some people to see all right that's all right so paperwork's gonna go home with you today nothing legal can be done with it oh my daddy come in seven time they're going to shoot you an email as soon as it's been oh you got one they'll shoot you an email soon as it's been recorded you guys will order it online after that oka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eel free to give me a call when all you're lost in the moment but here's a postcard for your 我們是11月8號早上差不多9點的時候到那個 Marriage License Bureau領取結婚許可證 然後我們前一天是先在網路上填寫完資料 然後到現場的時候你直接給他你的證件 他就可以直接帶入你填入的資料 然後要領取結婚許可證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是你必須年滿18歲 第二個是你要提供政府合發的那個證件 來證明你的姓名跟年齡 像是如果美國人的話你就可以帶你的ID或是駕照等 然後只要是上面有你的姓名跟你的出生日期就可以 然後外國人的話像我就是直接帶護照就可以 證件上都一定要有你本人清楚的照片 然後第三個是你不能近期剛結過婚 就可能你剛結婚然後離婚又又再結婚這樣 然後第四個是不能和近親結婚 接下來就可以直接在網路上填寫申請表格 你可以直接在Google map搜尋 CLARK COUNTY NEVADA 然後MARICH LICENSE BUREAU 搜尋之後往下滑就可以看到有一個網址 那個網址進去就是申請頁面 然後有幾個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像是如果你是美國公民然後你有社會安全嗎 那個Social Security Number的話你就要提供 還有你結婚後可以指定一個你新的中間名或是性 像是他是把我們兩個人的性加在一起就變成一個新的性 但這不是一定要就是看你個人有沒有想要一個新的中間名或是性 然後就是在填寫申請表的時候他還會要你提供父母的姓名 必須是出生時候登記的姓名不能是改過名字或是結婚後冠夫姓的那一種姓名 然後你在填寫完發現你資料有錯誤的話也不用緊張 因為你到辦事處的時候他們會把申請表印出來給你確認所有資訊 然後有錯誤的話可以當場糾改 然後要兩個當事人都同時到現場才能領取結婚許可證 像結婚許可證的價錢是102塊 然後你可以用現金或是信用卡金融卡付款 但是用卡付款的話他會有一個那個手續費 所以我們最後付的價錢是105.29塊 送出申請後我們就預約了那個婚禮的教堂 拉斯維加斯人結婚產業真的是很發達 你要多浮誇的婚禮都有 像是貓王啊什麼家常禮車啊還是直升機的那一種都有 而且在那個嶺結婚許可證的附近就有好幾個教堂 還有看到24小時的 因為我本人不想要花太多錢在什麼華麗的婚禮 我就想便宜快速又有效率的 所以就找到這一家教堂 它是有得來素婚禮的 它叫Paradise Wedding Chapel 然後它這個得來素婚禮只要45塊 你就開車到教堂前完全不用下車 然後牧師會走到你的窗戶旁邊 然後跟你拿結婚許可證 然後紀念版結婚證書 就是像這樣子 它上面印有你的結婚證書號碼 但是它不是正式的證書也沒有法律效力 然後它會再給你兩個信封 一個是給牧師的小費60塊 然後另外一個是給那個證人的小費10到20塊 看你有沒有需要他們提供證人 如果你自己有那個親朋好友當證人的話 你就不用給 然後牧師把他要填寫的部分 填寫完之後出來 然後他就會走到你的車旁邊 開始幫你證婚 然後念結婚誓詞等 他真的是比那個速食店的得來素婚要快 他只能念完不用30秒 我們就變成正式的夫妻了 接下來會在10個工作天以內 就是不包含假日來合發你的正式的結婚證書 你可以在這個網站上來查看你的證書的申請狀態 你也可以等他寄發那個實體的郵件 通知你就是證書已經完成了 然後我們是10月20號的時候收到實體信 通知我們說證書已經正式的合發 你可以選擇用郵寄的方式申請 他是因為我們想說寄出申請 跟他寄回證書又要好幾個禮拜 不非你是住在別州啊 或是你是單純來觀光 就是來晚幾天而已 你就只能用郵寄的方式 然後我們自己 因為他是住在拉斯維加斯這邊 所以我們就是收到通知以後 直接到他的辦事處 他有兩台那個kiosk 直接輸入姓名跟那個結婚的年份 或是你用那個結婚證書號碼 也可以查到你的證書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印出來 然後他的結婚證書一份是20塊 只能用信用卡或是金融卡付款 像我們申請兩份 加上手續費的話 總共是42.5塊 以上就是我們從領取結婚許可證 到婚禮 然後到領完正式結婚證書的流程 希望對想來拉斯維加斯結婚的人 有點幫助 如果你只是想來旅遊 然後想順便結婚的人也沒關係 因為世界上任何地方 只要收到郵件的地方 他都可以把結婚證書寄給你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ul Sun 另一邊 集中 100 course BM 非常 我愛你